哈喽我是小伟 哈喽我是赛斯达 哈喽外婆 我们现在在老卧的首都万象 正在新凡子这里 今天也是给新凡子办酒席的第二天 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在这里 后面基本上是 风沙里或者乌多姆赛的亲戚朋友 亲戚朋友从乌多姆赛 从风沙里来到万象 赞母娘今天打算带着他们 去万象转一转 去一些旅游景点去看一下 然后我和赛斯达外婆 距离回中国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因为中国的天气比较冷 所以我也打算今天晚上 带着外婆和赛斯达 去那个市场上买一些厚的衣服 敏德到时候突然到达武汉的时候 非常冷受不了 是不是 现在他们正在吃饭 我们也吃点饭 然后下午去各个景点看一下 我们已经吃完饭了啊 老战人准备把这个围墙的大门锁一下 然后我们就要出发了 这里总共有两辆车子啊 外公弟弟的一辆车子 赞母娘的一辆车子 我们总共有十多个人啊 他们来的第一站是万佛公园啊 这里是万象著名的旅游景区万佛公园 看一下开门时间 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半 门票价格一万五千老帝啊 外国人门票四万老帝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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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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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凯旋门这里也没什么好玩的 就拍一张照片就可以了吧 其实旅游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从自己玩腻了的地方 去到别人玩腻了的地方 我们现在准够去给外婆买衣服 我们现在准备去夜市了啊准备去给外婆买衣服 走 我们吃完饭之后带着赛苏达和外婆来到这个夜市这里了啊 带到夜市这里我们聊着买什么 外婆是不是要买鞋子他是穿着拖鞋过来的啊 我告诉他的买鞋子他从来没穿过的鞋子的他只穿着拖鞋 他从来没有穿过鞋子在乌多姆塞那么冷都不穿吗 他只穿着拖鞋子就可以了 不用买 因为不买不行在中国他们不透湿啊 对对对 你可以她看一下乌动摄的温度是多少度啊 这些乌动摄的温度是多少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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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不是啦 這個ok了 他還不知道 你再給湖北的溫度給他看 這是烏多姆塞 最低溫度16度 再看一下 看一下 這是我家裡 零下幾度 零下二度零下三度 零下三度 他說沒問題 沒問題啊 沒有燈油 沒關系 那邊沒有花給你 可能的 老奶奶 他說可以啦 沒問題 怎麼辦啊 要讓他去體驗一下 他說去買外套 買外套還要買一件毛衣 穿在外套裡面的 知道吧 給他新買著 他就知道到時候冷了 想不到啊外婆居然從來沒有穿過鞋子 在烏多姆塞也是很冷的 他就穿一雙襪子就夠了啊 襪子我感覺我穿過的那個拖鞋 結的不夠 對還是冷 我們等一下先去買幾雙襪子 然後給外婆買鞋子 曹蘇達給外婆挑了一件紅色的毛衣啊 這個穿在裡面 再加上一個厚的外套 剛才外婆聽到這件衣服的價格 覺得太貴了 要走啊 我們還了一下價格 準備把它拿下來 外婆聽到價格之後又覺得太貴了啊 這件衣服裡面有毛 比較適合在中國穿啊 剛才這件已經拿下來了 這件毛衣 在老屋這邊買衣服 一般還價還不了太多啊 他開價開的也不是特別高 42萬老幣 我們40萬老幣拿下來了 就這件吧 這件小 大沒有 外婆又換了一件這個淺粉色的衣服 試一下 這個可以不 那個大小剛剛合適吧 他裡面也穿了一件外套 外套脫掉 換成那個毛衣就差不多了 這件粉色的已經拿下來了啊 剛才你們在聊什麼 我告訴他要那個鞋子 他不要他說要算那個拖鞋 還是不要鞋子啊 又把那個下那個下鞋了 這個乾淨不了 對咱們今天必須買鞋子 一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剛才拿了一雙43碼的鞋子給外婆啊 這是男士的鞋子 然後女士鞋子這邊都是比較小的 沒辦法在老郭這邊 大多數人都是不穿鞋子的 一般平時都是穿拖鞋 所以不好買鞋子 剛剛好嗎 四十三碼 啊 穿襪子就剛剛好了啊 哈哈 在這裡又給外婆買了一條 那個戴蓉的褲子啊 裡面有褲 到時候直接穿到中國去 我們現在已經把鞋子 厚褲子 還有毛衣 還有厚的外套已經買齊了啊 我感覺這裡的冬天的衣服太貴了 我從來也沒買過這麼貴的 這裡的衣服四十萬五十萬 哦四十萬老幣五十萬老幣 是最貴的了 最貴的 買不信 四十萬老幣才一百多塊錢啊 這一件冬天的衣服一百多塊錢 算是很便宜了 我們只是穿過去啊 穿到中國去 這邊也基本上沒有什麼好的東西 也沒有買那麼多 因為我不能提太多的東西 不用謝不用謝 因為曬蘇達肚子大了 外脖淋漓大了 到時候所有的行李都是我拉著啊 所以不能帶那麼多東西 到時候回中國了再買啊 好吧 我們現在準備回家去 我們現在準備回家去